这部潜在水下的设备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维度 它叫做水层拉格朗日沉积物搜集器 它滑入水下沉入英格兰南安普顿的国家海洋中心的一座研究池内 很快两部这样的设备将部署到南大西洋 搜集被称为海洋雪的样本 海洋雪由死亡的浮游植物组成 它们聚到一起形成雪花状 积累到一定重量之后就会沉到深海 它还可以由小动物组成 这些小动物吃小植物 然后把那种碳物质拉出来 它们的小分力很重 沉到海底也含有很多碳 虽然肉眼看不见 但浮游植物大量存在 在所有吸收碳的地球光合活动中 有一半来自它们 了解这一程序可能帮助科学家 建立更先进的计算机模型 推算全球环境变化 难题是建造一个潜入水下的仪器 可以在50米到500米之间的水中漂浮 科学家说 所有的碳都是在这一层深度被吸收的 然后向海底进发 我们的方式是把它们放置在水箱中 然后增加重量 直到它们进入悬浮状态 在那一刻 我们就知道它们的密度和周围的水的密度 是一样的 这种沉积物搜集器将把含有海洋雪的海水 吸入容器 并定期把它们带出水面 以供仔细研究 科研人员希望 这种沉积物搜集器 将帮助他们回答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某些海域的海洋雪 比另一些海域要多呢 美国之音菩提琪 华盛顿报道